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好 大家都准备好聆听今天神的话语吗 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二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 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 牧师的美瑞灵修 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 耶稣基督是审判众人的主 他已经定了一天 要借着他所势力的人 按公义审判世界 《诗徒行传》17章31节 上面的经文说 耶稣将按公义审判世界 耶稣基督是审判官 父不审判人 他把审判的事全交给了耶稣 因为父不审判人 而是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了子 约翰福音5章22节 另外 在《诗徒行传》10章42节 新国际一本执意中 我们看到耶稣被选任命为所有人的审判官 他命令我们传道给众人 拼证明他是神所任命作伙人和死人审判官的那位 在《提摩太后书》4章1节 新国际一本执意中 圣灵通过学徒保罗 传达了类似的看法 在神和将要审判活人和死人的基督 耶稣面前 鉴于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祝福你这事 《哥林多后书》5章10节 描述了基督的审判座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座前显现出来 叫个人按他所做的 无论善恶 说或他在圣内所做的事 基督的审判座是对神的使命 基督徒的审判 在哪里 我们每个人都会从主那里 得到我们的奖赏 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称赞 《哥林多前书》4章1节 当耶稣回到地上的时候 他将审判万民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而且圣天时大来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三羊一样 马太福音25章31-32节 后在启示录第20章中 我们发现耶稣实行了 留给罪人的所有审判中 最可怕的审判 这就是所谓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你住在上面的 从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 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了 启示录二十章四一节 这些审判拼不遥远了 因此在我们等候主很快再来的时候 要真诚地服侍主 每天为他而活 祭祷告 宝贵的天赋 我感谢你 给我在你的国度里 服侍的机会 感谢你 给我特权 来使用救恩的信息 影响我世界 因我期待着 我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阿门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参考经文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至十二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 Hallelujah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